欢迎收看欢迎频道 那么各位观众 唉 相信大家呢 等Podfus更新呢 等到都不耐煩了 尤其是老手玩家 根本就 没有东西玩了 我个人认为呢 他还不更新的原因呢 就是他的那个 技术上有问题啊 就是 就是他内容呢 就是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还要处理啦 可能不够员工 来来帮忙啦 虽然这个游戏已经更新了 不过呢他还没有正式的 移植到这个 正式版里面 所以我还是要耐心等待吧 还是希望呢 我这一集更新之后 他就马上去更新啦 好不好 所以呢我现在在想着想着 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啊 我就想到 各位观众 你们是不是通常的都是用 手机啊 平板啊 或者是用电脑来玩 那个游戏的对不对 可是呢 应该没有人会用 这个东西来玩嘛 那就是 手柄啦各位 应该没有人用手柄来玩 我觉得用手柄来玩好像蛮困难的 所以呢今天我要挑战一下 来玩用这个手柄呢 来看一下 可以不可以简单操作啦 感觉上还蛮复杂的 OK那么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我们游戏开始吧 OK那么首先呢 就 我相信大家都 都蛮简单啦 鱼动这些啊 你看 应该谁都会吧 就是最主要的两个剑 大家看到吗 然后跳剑呢 应该是 A 就是普通的跳啦 这个还简单 可是我要怎样打 我怎样使用这个招数啊 我知道了 就是你看上面这两个剑 LB RB 就是它可以操控 你看 可以换我的那个 武器啊 果实啊 拳法啦 原来是这样啊 好像蛮复杂的 你看 太慢了吧 如果我要瞬间 从这个拳法 要换去这个武器的话 有点慢耶 还要一个一个按按按 你看 超慢 感觉上不适合打PVP 用这个 手柄的话 然后招数呢 你看 就是按B Y 然后X 好的 如果大佛 你看它的剑 太多了吧 就怎样按啊 变大佛 然后 如果是L 这个 都飞起来开大招 好难控制哦 它的剑呢 一边在这里 一边又在后面 一边又在下面 超难控制了 就很难控制了 我觉得 哦 服装色是按下面那个剑啊 就是旁边这个小剑啊 它的剑 很闪耶 它 这个什么 没有 这个哦 剑纹色 这里是剑纹色啊 哇好难控制哦 好乱哦 那冲刺呢 冲刺是怎样啊 呃 冲刺 跑 等一下 冲刺是按两轮剑 OKOK 冲刺是按两轮啊 一直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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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等一下 很难 很难 它冲刺超难控的 你看 我要快速冲刺 我要PVP 我要冲刺 很难的你看 不是每一次都看到 OKOK 我们现在来实战实战 我们去打电脑人先 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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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好难冲刺 给我一只冲 冲 我用我的那个 呃 我的那个神人拳来combo一下先 OK 呃 我要准的combo呢 就是 来 撞它 然后冲击 欸不是 按钮按钮按钮按错 OKOKOK 再来再来 就是 冲击撞 神人拳 很难瞄准 我觉得它操作的还是 呃 有点慢 有点慢 可能我不习惯啊 不过呢 如果你是用大佛呢 来升等的话 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 我只要变身 然后冲刺 快点冲 冲 冲 然后我就 span 欸等一下 我要换回去一些 然后还span span 啊这样子的话 最后就完简单了 不然的话 你要一直开招很困难的 你看 呃 我要开大招 然后我要 冲前去抓它 人呢 抓它 OK 爆炸 然后再冲前去 呃 不要打我 再 爆炸 啊 就就这样 再抓它 还没有 还没有解决吗 OK解决解决了 我想说就是 如果我去抽果实呢 呃等一下 不要坐着 呃抽果实的话 要怎样操控啊 这个要怎样点击啊 呃 哦 也是普通啦 就是下面这里 按它可以点击啊 然后 我要选择好事 哈啰 我要 我要抽果实哦 我要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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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样按好啊 哇好复杂 就是你要按中间这里 啊不是中间就是中间 一个壁这里啊 然后就 它还可以出现一个 一个框框的这个东西 哈 然后呢 才可以点击 哇麻烦哦 超麻烦的 哦 我要抽一个果实吧 呃 再抽再抽 呃 你看抽一个果实 又那么久 好烦哦 哈哈 来再来 买下去各位 教育成功了 喽 然后我要抽到什么果实呢 这个是 啊烂的果实 哈哈 烙烟果实啊 按它 诶等一下 我的画面怎么变 我好像是按错什么东西吗 我把我画质挑去最 最普通的画质了 我现在 怎么变那么烂啊 我还是吃丢它吧 吃丢它看一些啊 看些好不好吃吧 就不是不是好不好吃啊 是不是 好不好用吧 我吃下去 OK 冒烟果实 冒烟果实 要怎样操控呢 呃 等一下 我现在要飞行一下了 飞行 就 哦 这个画面 拉不远哈 我要拉远的画面 我要用电脑来拉了 我用我的滑鼠来拉你看 啊 好看很多了吧 这样 啊 看 飞 飞起来 我现在找一下boss来打吧 这里的boss 来打打打 这个很低等的boss 不知道打得过没有勒 因为我操控超难的现在 来 呃 攻击 炸弹炸它 打到它吗 OK然后 撞击 呃 这个是smoke 割它割它割它 然后 可以转起来 欸等等等等 再打它 你可以打得过勒 你现在等级太低了 所以我蛮简单打得过你看 欸 等一下 上进来了 哈哈哈 我不会操控大哥 啊 OK 算了吧 算了吧 我们现在去其他地方找下boss来打吧 用神人权加速 对耶 按错按钮 这个这个还对 这个还对 欸等一下弹回去 欸白痴 啊 欸 要赏金吗 你要赏金吗 哎呦 赏金不了哦 哈哈 哈哈 哈 哈 我们买下船吧 没有买船 看下买船是怎样的感觉 呃不是这里 是这个船 来买船 呃 互动 OK我应该差不多 很会操控了 呃 买 这个 OKOK 买了之后 OK按这个 然后就 欸我开始 开始熟悉操控了各位 欸 可以哦 可是要进船有一点慢 OK 然后船是 呃 等一下等一下 要操控 要怎样转弯啊 我只能浅 哦 他这个转弯有点微妙欸 呃 因为平常呢 我们如果用电脑的话 都是按两个键 就很容易操控了 这个好像你的转弯的时候 你就是要 呃 有一点 好像有点怪怪的 可能我不习惯 这个手柄的感觉 因为我很少 很少用手柄来玩游戏的 除了玩赛车游戏 我才会用手柄来玩 OK 我们来到这个 冰岛 寒冰城堡 来体验一下吧 这里 冲刺冲刺 冲刺不了 呃 我想打boss啊 可是等一下先吧 我想来玩一下 灵魂其他吧 灵魂其他 应该蛮简单操作的 因为他只是 弹上来 然后就发射 发射 可是他瞄准这个中心 还是有点难控制 哈哈 因为他是对着我 的人的方向来发射的 玉田双刀呢 就 喂 我要AIM敌人 等一下 我不能转 你看我最多 只能转到这个方向 呃 要这里转 用另一个 另一个键来转 哇好困难喔 困难喔 哦 果实 果实 果炭果炭 有出来了 有新果实咧 我们去找新果实吧 OK 果实好像在这里附近 我来看一下 呃 在哪里呢 怎么没有人去找啊 难道是烂的果实吗 没有人要吗 哦 看到了 在这里 冲前去 不能冲 哦 这个是 旋转果实啊 哎呦 也是烂的果实 啊 啊 我们把它吃下去吧 反正都捡到 OK 现在来到山海了 我们在山海来体验一下吧 因为山海的怪呢 就比较强 我们就来玩一下玩一下 来 去打下山海的怪 嘿呀 希望不要 不要赏金热人啦 不要来打老婆好不好 呃 我还是把画面调远一点吧 比较好看 打下 山海的怪 爆炸 转他 转转过了呢 他在哪里 OK 在这里 然后换我的拳法 来 装机 冲他 没有冲到 在物质里面 转他 好难操控哦 真的 很难操控 OK 那么现在呢 我体验过手柄之后 我的感想是 欸 其实还不错耶 就是 如果你是想打怪升等的话 其实是不错的 不过 如果你是想要PVP的话 呃 我不建议啦 因为PVP的话 还是 如果你用电话 还是用那个 呃 滑鼠来玩的话 速度会比较快啊 可是呢 你如果用手柄的话 你就要 呃 转来转去 你看这个速度是不是超慢的变道 他又没有那个辅助啦 好像如果你玩射击游戏的话 通常游戏呢 你的那个手柄呢 都有辅助之类的 所以就蛮轻松的 可是 呃 这是Pro Foods啊 所以 没有 那么最后呢 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啊 那就是 其实 一路以来 我都是用手柄来玩游戏的